大家好,我是曼青絲拍賣行的董事事物,林偉 我今天向大家推介這個2018年秋拍 一些精算的拍品拍 首先就是玉器的環節 玉器來說,這次我們有兩個專長 我手上這件長兒子孫配 就是玉器專長兒,是一個精品夜場的封面 這件是一個清乾隆時期宮廷的玉器 兩邊會有乾隆款,一邊是乾隆年製 另一邊是拱字180號 這個拱字180號其實是一個千字文的編號 當時在宮廷乾隆當時的造辦廚 他會精挑細選一些乾隆覺得最滿意的作品 他會把乾隆年製的款式 還有這個千字文的,你可以看到他旁邊 旁邊有個拱字180號 這邊就是乾隆年製 乾隆年製的玉器 有時候我們在市場上都經常會見到的 但如果有千字文的編號是非常少的 整個千字文目前所知的 有這個千字文編號的玉器 數量僅僅是190多件 這件就是排其中110號 但我們所知190多件是因為我們看到最大的碼 是190多件 但是現在市場上這麼多年以來 加上都是看到四五十件出現了 故宮有一件同樣的長兒子孫配 祭式比較相似 都是有長兒子孫四個字的 他旁邊都是有千字文 他是複字188號 證明了乾隆他當時對這個 這種仿古玉器的一種熱愛 其實這種他就是一個仿漢朝的 一個制式的玉壁 他下面是一個圓形的壁 裡面就有子孫兩個字 長兒呢 長兒兩個字 長兒呢 這些我們叫出角 所以他叫出角壁 即是他出了這個壁的外形 我們看到這件玉器 這件長兒子孫配 他的玉質非常精銳 那個挑弓非常精美 你會看到他總共有8隻鳳 就在這個壁裏面有八隻鳳 1 2 3 4 每邊有4隻 就緩裕著這個子孫兩個字 Actually 這邊才是正面的 倡兒子孫 看到嗎 上面呢 就會有隻葵鳳 同一個人 這個人是一個側面來的 有些仿古造型的 整體的工藝都是非常精美的 體現到乾隆時期的繁玉奢華 乾隆宮廷的東西一定是非常之注重它的精美 這個是乾隆時期非常之典型的一個代表作 還有呢 最重要這件東西 它的來源是一個比利市藏家出現的 它本身所附的這個盒就是一個文革時期 所保存下來的一個盒 對於現在的其他藏家想接手來講 它有一個原包裝 還有一個好的來源是非常吸引的表達 所以這件拍品我們就精選了它 作為我們肉器精品的一個封面 請問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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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